不得了 顾总 高总啊 好久不见了 这么巧 没想到在这儿 跑到女孩 你自己忙什么呢 我还不就在那家公司 忙了点事情嘛 这不 刚跟几个客户 开了个会 你这是 我也是接一个客户 都是会 那哪天咱们电话 约约吃个饭 好 那到时候见面聊啊 好好好 拜拜 再见 再见 顾总 您好 我是陈可 我们见过一次 我看到 您在招人 陈可妹妹你好 创可贴小美女 别来无恙 可儿 你不就想得到 高职商高薪水吗 这很简单 你记住我说的问题 记住这些细节 首先 如果面试官问你 看你的资料 你在之前 公司工作了一年多 目前是什么职位 我是从小组成员 做到小组组长 目前公司又把我提升成 项目经理的想法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带公司接受提拔 需要换公司呢 记住 千万不要踩踏前公司 尊重前任 那是代表人品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学到了可以拿到 结业证书的时候 就说明 我的专业水准 可以达到一个 合格的程度了 所以就想去更高更远的地方 继续深造 这种想法就像是 大肆马上叫毕业的学生 想考验的想法 设个比喻 倒是蛮有意思的 一般到最后 主面试官还会象征性地 问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问题 但是 如果你回答好了 你就出其不意 脱颖而出了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 我想问 如果我有这个荣幸 到贵公司工作的话 平时工作的日常 是什么样的 互联网公司 平时的工作是很忙碌的 有的时候甚至是焦头烂了 这可能也是我想要离开 现在工作的最基本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趁年轻 要给自己更多机会锻炼 毕竟工作如果太轻松 很容易发胖 如果对你有异象 肯定会问你上家公司的 工资是多少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完全不磕巴地造假 那你上个月工资是三千 你就报五千三 如果他们要求你加班 七千 七 跨行业跳槽 没有人知道你之前是干什么的 北京就是一个标准不一的地方 你自己要什么标准 你就按照什么标准去努力 嗯 你对目前的薪资有什么要求呀 嗯 你对目前的薪资有什么要求呀 这个部分的想法 我已经写在了给三位的 个人简历上 可以看一下 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 你回去等消息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中午会等到消息 谢谢